哈喽伙伴们大家好,爱健康,爱你们。 提升加强免疫力是大多数人常用的固定搭配, 但免疫力真的是越强越好吗? 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什么样的免疫力才真正能让我们托付健康。 众所周知,免疫系统是健康的守护神, 它所有的职责概括起来就是, 识别出不应该存在于人体里的异类, 必要的时候杀死或清除它们。 这些异类可能是外来的细菌或病毒, 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叛变的细胞,比如癌细胞。 但是,免疫系统的职责说来简单, 执行起来可并不容易, 一旦出错,带来的就是疾病这个后果。 接下来,以新冠病毒为例, 我们一起来看看,免疫系统都会遭遇哪些危机和挑战, 又是如何努力把自己调整到最好状态的吧? 新冠病毒可不是个擅长, 它除了重点攻击呼吸系统以外, 还会努力钻身体的漏洞, 针对你健康的薄弱环节去做突袭。 根据感染后的症状, 大家自发总结了头疼猪、放屁猪、干饭猪等一系列猪, 仿佛总有一款能对号入座。 殊不知,恰恰是因为良好的免疫千篇一律, 不良习惯造成的健康漏洞, 各有各的不同, 才使得大家有这么多的症状, 暴露出了这么多的健康弱点。 新冠肺炎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点的话, 就是说它像一个考试。 这个考试的话, 它考我们的人体免疫, 它像一个过关考试。 你及格了, 那么你的身体好, 我们就恢复起来非常快。 但是就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低, 你的有基础疾病多, 或者说高龄等等等等, 很多时候我们防不胜防的时候, 导致疾病加重的时候, 其实还是病死危险还是很高的。 新冠病毒的话, 它不单纯攻击上呼吸道系统, 对吧? 我刚才还讲, 还攻击什么系统呢? 神经系统我刚才讲了, 你什么所谓的刀片, 叫什么? 刀片喉, 什么痛绝过敏, 泥膜, 嗓子疼, 剧烈的嗓子疼, 你一看嗓子, 其实局部表面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病例改变。 为什么会出现刀片割喉的这种感觉呢? 就是说它影响你的神经系统了, 对吧? 我刚才讲, 它会影响肺, 对吧? 影响呼吸系统, 影响神经系统, 还会影响我们的心肌, 这点是可怕的, 就是第一位的原因, 爆发性心肌炎, 病毒性心肌炎, 引起猝死。 其实你这个时候, 那什么样的人能够活下来, 什么样的人机会, 活的机会更多的话, 这个时候就是考我们人体免疫的时候了。 不仅在急性感染期, 我们会感到很多不适, 而且在好不容易转移以后, 仍会有一些症状持续困扰着我们, 其中, 药数咳嗽, 疲倦, 脑袋不清醒最为常见, 这让我们不禁担忧, 这些脑人的症状会持续多久,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彻底痊愈? 这个后遗症的话呢, 应该说是一个短期后遗症和长期后遗症, 这个区别, 所以说今天特别重要, 很多人遗留下咳嗽的这个病史, 那这个咳嗽是什么问题呢? 它其实是一种气道高反应, 气道高反应, 就是气道的话呢, 就是我们, 就是大家都知道呼吸道, 它有一些上皮组成的, 这些上皮它病毒感染以后的话呢, 那这些上皮受损以后修复, 修复以后的话呢, 它变成一种一激热状态, 什么叫一激热状态呢? 举个例子啊, 就是这个人特别容易着急, 容易上火, 特别容易着急, 爆发这个咳嗽, 就是这个气道它高反应状态, 空气啊, 冷空气啊, 会剧烈的咳嗽,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药啊, 当然了, 我们重点还是放在你的, 整体的营养补充和调理上面, 但是这个时候, 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的辅助, 这是第一个常见的, 这个目前的短期的后遗症, 第二个长期, 第二个后遗症的话呢, 是大家这两天比较关注的, 就有一个词非常有意思啊, 叫脑物, 是吧, 什么叫脑物呢? 脑物是这次, 这个新冠肺炎新研发的一个词, 所谓脑物呢, 就是说, 你的脑子里面总是那个, 我理解脑物的话呢, 就更像是蒙着一层雾啊, 不清晰啊, 我的记忆力受损啊, 等等等等, 我这两天查房的时候就经常, 有时候讲一讲问题的话, 我就忘了一些药名, 我以前记得很清晰的, 就突然就被忘掉了, 其实这个脑物的症状的话呢, 就是我刚才讲的, 就是神经系统, 它也会受到影响, 那神经系统受影响的话呢, 它其实不是说, 一定是病毒直接把你的病毒, 把你的神经弄坏了, 不是, 而是说我们人体, 针对病毒产生的, 这个免疫反应, 在打击病毒的同时, 它在攻击病毒的同时, 它也攻击了我们的神经系统, 引起神经系统的一些损害, 所以说这个就是像脑雾的一些症状, 还有人的话呢, 提到就是这两天很懒, 很疲惫, 英文的叫Fatigue, F-A-T-I-G-U-E, 就是Fatigue, 就是疲倦, 就是研究发现, 发生倦怠的这部分人, 他的免疫反应和没有倦怠的一部分人的话呢, 是不一样的, 它有些差别, 那么就是倦怠的这个过程, 有人说是在淋巴细胞在打扫战场, 我对这个观点是不认可的, 它其实倦怠的过程, 我理解一方面是在你在自我修复, 你是人体在自我修复, 另外一方面讲的话呢, 这个病毒它确确实实对我们人体产生了一些影响, 但是这个倦怠的过程到底会持续多长时间, 我觉得年轻人的话呢, 像两周左右, 有的像中年人的话呢, 可能会持续一个月左右, 两个月左右, 一直很累的话呢, 我觉得啊, 我觉得说如果你很累的话呢, 你可以从营养补充上啊, 可以从这个多运动上啊, 就是逐渐的增加运动量, 截至目前, 我们发现新冠病毒这个厚脸皮, 确实会赖在一些人的身体中不走, 但它们会持续影响我们的生活吗? 目前看大概率并不会, 这些持续的症状, 有些是病毒损伤后的表现, 有些却是被免疫系统误伤所致,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修复后, 免疫水平将重新稳定下来, 在此之前, 我们能做的就是为身体提供好营养支持, 好好休息, 然后将痊愈交给时间。 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中, 病毒细菌注定会长期存在, 所以真正的健康应是能与细菌病毒共处, 而仍有保持健康的能力, 这就依赖于稳定而强大的免疫力。 那么, 到底什么才算是良好的免疫力呢? 癌症比新冠肺炎厉害吧? 那为什么说得了新冠肺炎的时候, 你有这么强的症状, 但是得了癌症的时候, 没有症状, 我们人体在感染了病毒以后, 这个病毒的话呢, 它会攻击我们的细胞, 我刚才讲, 是吧, 细胞也会发生变化, 然后我们免疫细胞, 就认出来这个细胞, 或者说这个细胞的话呢, 它发出了信号, 说你好, 人体, 我已经被感染了, 请向我开炮。 那这个免疫细胞的话呢, 会打击这个细胞, 它首先是什么呢? 首先必须识别, 这是新冠, 免疫细胞认出来敌人了, 然后剧烈的免疫反应, 炎症反应, 发热, 然后倦怠, 乏力, 这些都叫免疫反应的临床表现, 咳嗽, 这么做的代价是你要难受, 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呢, 是对于多数人而言,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, 很快病毒可以被清除, 但是癌症的时候, 为什么可怕呢? 癌症的时候就是癌细胞, 它是和我们人体的正常细胞来源的, 癌症表面抗原, 它和我们正常的细胞是非常接近的, 那么你的免疫细胞见到癌细胞的时候, 他就不认识它, 当成好哥们了, 你这个时候的话呢, 我们叫什么呢? 叫逃逸, 所谓的免疫力, 都理解错了, 那么真正的免疫下降, 真正的免疫力差的话呢, 是说你的免疫细胞没有正确识别敌人的时候, 才会带来灾难, 这个癌症发病, 就是你的免疫细胞, 没有识别癌细胞, 所以我们现在最强的叫免疫疗法, 它的原理还是要恢复你的免疫细胞, 细胞的识别能力, 那我们有一类的人, 就是他的免疫力确确实实, 是比较低下的, 像糖尿病的病人, 慢性肝病的病人, 慢性肾病的病人, 那么他的免疫状态确实比较低下, 容易感染, 那这部分人他识别吗? 他识别, 他能够正确识别病毒, 但是病毒来了以后, 为什么这帮老人, 这帮有器官功能损害的这些人, 他为什么说打不过病毒呢? 是因为他的免疫细胞的功能在下降, 即便认出来这个病毒了, 他并没有及时的进行杀灭, 那这部分也是会带来灾难的开始, 有人说过敏性鼻炎是免疫低下, 对吧? 很多人都这么说, 其实他不是免疫低下, 而是你的免疫细胞, 紊乱了, 他把自己人当成敌人来杀, 他不停地攻击自身的组织和器官, 比如说内风湿的时候, 他是免疫细胞的话, 不停地攻击我们的这个关节里面的滑膜, 这个就叫内风湿性关节炎, 比如说我们红蛮狼窗的时候, 他会攻击身体每个器官, 头发, 面部, 皮肤, 还有肌肉关节, 胸膜, 腹部的腹腔的腹膜等等, 导致全身的损害, 这个免疫细胞过度了, 过度反应, 我们会平常说的什么寻麻疹, 过敏性鼻炎, 泪风湿, 红蛮狼窗等等等等, 这一大类风湿性的疾病, 健康的威胁不只是细菌和病毒, 我们人体免疫是战胜疾病的终极武器, 而很多的慢性疾病, 或者说我们几乎所有的慢性疾病, 也都和人体免疫具有一定的相关性, 那么所有所有这些疾病, 它都和我们人体免疫具有一定的相关性, 其实包括我们心脑血管疾病, 包括我们很多癌症, 和你经常喝这个寒糖饮料, 引起来的这种慢性炎症反应有相关性, 那这个慢性炎症反应, 其实也和我们人体的免疫相关, 因为我们过多的摄入寒糖饮料的时候, 那么我们体内就会产生很多的叫糖化, 中末产物, 那这个物质的话, 它会不停的激发我们人体发生慢性炎症反应, 其实我们人体的细胞在不停的受攻击, 在修复受攻击修复, 然后你的基因突变就容易累积变成癌细胞, 为什么我经常强调你要多运动啊, 多出去户外多活动啊, 你通过活动以后可以减少我们人体的这个慢性炎症反应, 它也是调节免疫的一部分。 我们与新冠病毒的战争是一场硬仗, 但还远远不是最后一场, 各种细菌病毒注定是层出不穷的。 1918年的大流感, 2003年的非典, 这场持续了三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, 谁也不能准确预测, 下一场疾病的流行什么时候会到来。 我们要学会的是适应与它们共存, 而共存的底气是什么? 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。 真正长久的健康, 不是你永远不接触细菌病毒, 也不是指望你自己的身体零件永不出错, 而是当你接触到疾病的潜在风险时, 仍能够保持健康能力。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的健康。 好了, 今天的专家分享就到这里, 我们下节课见。